其实我不过达我路 何谓的标准有一套 世界教说这种态度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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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北强很懂选择他的品味 他可以染到紫色 他可以穿到很烹 但他始终选择他的观仔骨骨 他始终是保持一份清醒 而且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这件事我非常佩服他 后来创刊没多久 我们在香港是什么人都不认识的 就是自己玩 自己享受 刚刚碰巧有一位叫孙宝宁的女士 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名太 但她又喜欢文化 她有一次邀请我去参加 一个妇女时装表演 除了这些名太表演时装之外 那些18岁至20岁的 都表演了一份 就看到陈伯强 他就在那儿行天桥 我记得孙宝宁跟我说 他说这个叫陈伯强 这个女士号歌真是好东西 哄到家长 长辈 个个都很开心 那我就有个印象 海外曾经拍过的封面 那封面的发型也是他自己的 陈伯强那次带了十套八套衣服来 其实陈伯强那次带了十套八套衣服来 其实陈伯强那次带了十套八套衣服来 就是这个封面 我记得那次来我家拍张苏平 选都选不到 结果就选了一套睡衣 就是我的睡衣给他穿 都挺破格或是挺不商业的 就是把他的头放到最低 那个位置如果你在布摊上就被盖住了 就没人看到了 但张苏平又喜欢用这个角度 我想他是无名牌不欢的人 但他就很难得他就是 不会在口中说这些东西 而且当时是不流行贊助的 没有说名牌赞助你 我想他真的是自己去买 他永远是一个很独特的地位 就是他永远不是那些四大天王 那些红到发指他从来没有 喜欢陈伯强你会觉得 你自己好像有高格调了一点 这样的有做 他给到你一些这样的感觉 你不是说你如果你喜欢某一些歌声 你觉得好像cheap了一点 但你喜欢他 他就自己好像很为自己喜欢的 这样的人而感觉到一种自豪和骄傲 我觉得这些就是 或者是陈伯强的一个成功的地方 ith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